大家好,我們是雙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讓吳康仁拿下了金馬影帝的作品《復都青年》 Abang-a-dick 由分輩人稱與迷失安迪的監製王里林 首次自編自導的復都青年 敘述馬來西亞一對沒有身份證的兄弟 互相依賴奮力生存的故事 事實上身為馬來西亞人的王里林 在90年代曾經來台做過鐵工廠的移工工作 他在專訪裡提到,雖然當時語言相通 但是獨自一人在異鄉的感覺非常孤獨 所以當他在馬來西亞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移工時 就更能夠感同身受 再加上疫情期間,發現沒有身份的移工 連最基本的社會補助都拿不到時 更替他們感到擔憂 所以希望能藉由這部作品提高大家對於移工 以及無身份註明的關注 因此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將會針對這對兄弟去做角色解析 並且幫大家科普 片名裡面提到的復都是否真有其地 兄弟倆沒有身份證的原因 還有誰主丹的生意 另外我們在YouTube上的Podcast頻道也已經開張 歡迎你去訂閱,聽我們聊更多的《復都青年》 阿邦童年時家中發生火災 因此失去了爸媽,也失去了自己的出生證明 從此以後他就在城市裡過著暗無天日,四處流浪的日子 直到某天,他在大樹下發現一個迷世的男童阿迪 兩人從此過著相應為命的生活 阿邦因為聾雅,在與外人的溝通上需要依賴阿迪 後來也遇見了跨性別者Money姐 為兄弟倆租房子,申請電話,煮菜供食,陪伴他們成長 個性謹慎保守的阿邦,效仿Money姐一樣長兄如母 在這個無血顏關係的家庭中 扮演了一個任老任怨教養阿迪的母親角色 阿邦在市場裡打黑工 即使被苛扣工資,他都堅持忍氣吞聲 盡全力地工作賺錢 阿邦一直以來都很羨慕正常人所擁有的機會與希望 所以即使和社區裡的緬甸女子情意相通 卻也只能眼睜睜地目送對方離開 然而某天他人生中的唯一希望 也就是為兄弟倆申請身份的社工李家恩 居然被弟弟攻擊受傷 使得阿邦又得要為弟弟收拾殘局 但最後卻無力扭轉悲劇,被判處死刑 原來回到事發現場查看的阿邦 發現家恩其實只是重傷,還沒有死 但在命運捉弄之下,突然有人來拜訪 讓阿邦慌亂地捂住了家恩的口鼻 意外地悶死了對方 所以如果要歸咎家恩的死 真正的兇手其實反而是阿邦 但是這個真相,直到最後他卻都沒有告訴弟弟 阿邦在監獄裡與法師的那場對話 是在今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後瘋傳的片段 吳康仁的表演瘋神,讓我們理解 阿邦為何會想要頂下所有的罪名 除了相比之下,弟弟更有生存機會之外 其實也是因為阿邦想要尋死 想要藉由入獄來解脫他覺得極度不公平的人生 然而從阿邦常年保護弟弟的行為裡 反倒讓我們不明白為何阿邦沒有在被處刑之前 跟弟弟說出真相 也就是,阿邦其實並沒有真的殺人 自己才是真正殺死家恩的人 因為從阿邦的轉變,以及他對哥哥的愧疚看來 阿邦雖然會因為哥哥的死而從此改頭換面,腳踏實地 但他卻也會帶著因為衝動 害死兩個人的罪惡感度過餘生 也因此我們很好奇,如果你是阿邦 你會在死前跟弟弟說實話嗎? 金馬影展和第六十屆的頒獎典禮順利落幕 不知道你最喜歡哪部電影呢? 或是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影人呢? 而且你是不是也跟我們一樣 被今年充滿彩蛋 致敬經典的開場影片給鬥得又哭又笑的呢? 不論你是不是重度影迷 相信你會點進來看這支影評 就是想要看看還有什麼樣的獨特觀點可以看電影 以及別人看見的是否跟自己所想的是一樣的呢? 如果你想深入淺出的理解電影 建議你可以來看《文天祥影迷學》的十五堂影迷課 主張者是金馬執委會執行長 也就是知名作家、兼影評人文天祥老師 他為這個線上課程精選了40部以上的華語電影 要帶影迷重新認識台灣電影史 以及跨世代的發展脈絡 他將會從台語老電影、寫實電影 到剛拿下《終身成就獎》的林欣俠 所代表的瓊瑤文藝愛情片去解析導演如何試圖創新 另外也會個別解析台灣電影指標大師 像是侯孝賢、楊德昌、張艾佳、李安與蔡明亮導演的風格 以及近年深化不同類型 並從中反映社會變遷的終生代創作者 例如魏德勝、林書宇、鍾夢宏與楊雅哲等導演 並且透過經典案例的解析 讓觀眾更能夠融會貫通 課程的講述精煉且直白 就算你跟我們一樣,沒有戲劇相關的專業背景 都能夠聽得津津有味 也更能夠看見創作者試圖要述說的核心價值 與華語電影的時代意義 歡迎點擊文字說明來你的連結去看更多 現在還可以試看文老師解析李安導演的作品喔! 從小就被家人拋棄的阿迪,雖然沒有出身證明 但也因為沒有家人的作證,讓他無法申請身份證 以至於在生活上他有許多的限制 不管是沒有辦法合法工作,沒辦法申請駕照 就連銀行都不給開個人帳戶 還好他陸續遇見了阿邦跟媽妮姐 才能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家 然而相較於兩個如同母親的無血緣親人 阿迪不甘於向體制低頭 決定從事違法販賣假證件的工作來大賺一筆 身為親人的阿迪,是哥哥對外的唯一橋樑 但是被依賴的阿迪卻也深深地依賴著哥哥 這讓阿迪害怕哥哥如果有一天成家了 自己就會再度被拋下 我們覺得,阿迪其實是暗自希望哥哥是依賴自己的 只要自己能夠賺大錢,能繼續被需要 那就可以確保自己不會再度被拋棄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哥哥在監獄面談時 要阿迪不要再來找自己的時候 會讓他哭得那麼傷心的原因 兄弟倆互敲的水煮蛋是兩人獨有的默契與親情 就跟兩人在媽妮姐的生日派對上親密的共舞一樣 無論是誰都無法取代哥哥的地位 當命案發生,哥哥頂罪後阿迪的大車大霧 或許改變了他投機取巧的個性 但也絕對成為了他終身難以放下的悔恨 接下來我們將用Q&A的方式 回答一些你在看片的時候可能會有的疑問 相信能幫助你更加理解這部作品 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有一個叫做富都的地區 編導王里林在做之前的作品時曾經去過那裡填調 發現那邊有許多的老社區,以及古老的菜市場 富都曾經在80-90年代時 有不少中下階級的華人聚集在這裡工作 但後來因為時代的變遷,周圍建起了許多的高樓 但是在這裡還是有不少貧困的移工與老舊的社區 使得富都的地平線同時容納了貧窮與富裕 也因此片名取作富都青年,更有著反諷的意味 根據編導王里林在金馬影展司法講堂的分享 片中的三個小女孩以及警方來到社區抓人的事件 都是在填調的過程中真實發生過的 在馬來西亞,一般的國民領有藍色的身份證 而合法的外勞則是領有青色的身份證 另外還有一群人擁有的是紅色的身份證 也就是源自於英國殖民的時期 政府管控華人時所使用的證件 所以如果沒有身份證也沒有出身證明的人 被警察碰見的話,就會被關押起來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出身背景的人 會在馬來西亞沒有身份證呢? 我們來看看編導的說明吧! 因為他們在生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他們沒有做一個合法的婚姻註冊 所以導致無法去申辦原本應該有的身份證 通常這種關係的生下來的孩子 要嘛就是媽媽跑掉 要嘛就是爸爸離開他們 所以他們就會繞得他們就是屬於 有些就姑姑外婆在養著他們 可是有些就是根本不曉得應該往哪裡去 所以呢在哥哥跟弟弟的情況都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姑且好一點點的話 可能你在馬來西亞是這樣子的 我們從NGO那邊得到的一些訊息就是說 因為每個孩子都會在醫院裡面生出來嘛 那只要你首先第一步 你有機會去找回那家出身的醫院 那你有機會先探索裡面的那個 那個所謂出身證明書 在馬來西亞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這個報生字我們叫做 那你找到這張證明書之後 那你再往第二個階段就是註冊局上面去看 有什麼需要的再去申請 當然為什麼這個議題到現在還是那麼長久 包括我們另外一部電影《五月學》 裡面也是在講身份這件事情 其實這問題一直都沒有辦法 被我們的國家政府 或者是制度上面去做最好的解決方法 因為我們所謂的這些公民權都是內政部在修憲法的時候 一直沒有達到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對我來說 所以變成我們一直延伸到這些事情是累積 然後每次官方出來的數據 到底有多少人是沒有身份證的 有多少人又是什麼呢 那個數據一直永遠都是 但是我們也不曉得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 對我們來說 在片中,專屬於兩兄弟的親密動作 就是用對方的額頭敲破水煮蛋來吃 編導提到 水煮蛋的確是當地貧困家庭的餐桌上常見的食物 他本人也看過同學這麼做 所以就決定要寫進劇本裡了 而這樣的動作也在畫面上加深了兩兄弟 專屬於彼此的默契還有記憶 相信看過電影的人,以後敲開水煮蛋時 應該都會想起《富都青年》裡這段感人的設定吧!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是不是解答了部分你在觀影時的疑問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心得 也歡迎搜尋我們在YouTube上的Podcast頻道 去聽我們聊更多的影視作品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